这一盆相当于我捡其他朋友能捡三四盆了 因为这个枝爪太丰富了 我又发现一个 这条枝是一个栗枝 长在这个枝坨的正立起来 而且它长完之后挡住了后面 所以我们要正给它去掉 大伙有的看了吧 因为它蛮瘦的枝爪 这个我也是刚发现的 它一个是栗枝 第二个它影响了后面 如果它再发茂盛了 会把后面的枝坨挡住了 所以前不遮后 上不眼下 大伙记住这口诀 其实一点都不难了 多运用到这个实体当中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领栏盆井 关的是这个枝爪 所以不要去捆绑 除非它在很细小的其他品种里面 咱们可以给它做一下微牵引 但是时间不能长 一般一两个月就可以把它这个给拆掉 这盆可够大伙看了吧 满树枝爪 看一下这部分 因为它的这种品种 金枝叶它很软 它长完往这边交叉了 咱们需要把它去掉 因为我这个不能用铁线去捆绑 因为它枝条很软 绑完之后它容易有这个勾横 第二个影响美观 然后这条枝咱们要不要去掉 因为后面可能大伙看不见 它这边后面有一个枝条了 它形成对称 而且它跟下面形成平行了 所以我们就取一个不平行了 我们总体的剪完了 现在要细一条 这条枝跟对面的这条形成了对称枝 所以我们要去掉一个 然后再看 我看一下 这条枝很明显的 跟这条枝两个交叉了 重叠在一起了 把它去掉 大家们这颗金枝玉叶修剪完了 然后里面即把鸡爪汁入角枝很到位 然后一会咱们近距离看一下整体效果 看一下枝条非常丰富 再看一下右边这个雪梅 这颗金枝玉叶修剪的时间要比它多三倍 以后我还是会用这种 就是枝爪特别迷糊的给大伙做演示 能看得更透彻 也刚刚上演 然后又结束了 好吧 这条枝玉叶修剪的时间要比它多三倍 好 既然 Sicher